土地看孙悟空这样 心里十分害怕 孙悟空举起拳头的时候 忍不住就缩了缩脖子 奈何土地又不是乌龟精变的 脑袋怎么缩也不可能缩进身体里 既然躲不过 只好认真地思考起来 这一认真 还真被土地想出了些眉目 就听到土地对孙悟空说 大仙 牛魔王一定就在洞府里 孙悟空追问道 为什么 土地进一步解释着说 你想啊 大仙 你叫门叫了这么久 牛魔王也不见出来 首先他可能不是怕了你 看你这样子就知道 你们之间并不认识 土地顿了顿 接着又说 其次 以我对牛魔王的了解 只要有人叫门 听见了就一定会开 可是大仙 你叫了这么久 牛魔王也不开门 只有一个可能 他睡着了 孙悟空反问道 那牛魔王 怎么就不可能离开了洞府 土地笑了一下 回答道 那怎么可能呢 小神就是这里的土地 周围有什么风吹草动 我还是知道的 牛魔王要是离开了伏牛山 我一定会知道 孙悟空点点头 说道 算你说的有道理 好了 你回去 我要把他的洞府砸了 看他敢不敢出来 土地一听 赶紧往土里钻 听对方这口气 不和牛魔王打一架 压根就不甘心 自己这老胳膊老腿的 万一被误伤了 土地的位置还不知道 会便宜了哪个王八蛋 土地一走 孙悟空就在附近 找到了两块大石头 一手举着一块 就这么重新回到了 牛魔王的洞门口 冲着大门叫道 牛魔王 你给我听着 你要是再不出来 俺老孙就砸了你这洞府 这时候的牛魔王睡得正香 打雷都不一定能听见 更别说孙悟空的吼声了 孙悟空吼了这句 竖起耳朵 仔细听了听 东府里依旧是 半点动静也没有 既然这样 孙悟空也没什么 好客气的了 左手举着大石头 往后一拖 然后手臂 就像蓄了粒的 堂堂一般 猛地就把大石头 扔了出去 大石头呼啸着 一头撞在了大门上 深灰色的石头大门 立时颤了两颤 发出一声 沉闷的咚声 孙悟空心想 这下 牛魔王该是醒了吧 于是把右手上的大石头放下 自己一屁股 坐在了大石头上 安安心心地 等待着牛魔王出来 不过孙悟空 怎么也想不到 牛魔王家的大门 隔音效果会这么好 自己听起来很大的声音 传到洞府里 牛魔王的耳朵那儿 就没那么大了 虽然没那么大的声音 牛魔王还是被吵醒了 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 是有人在外面叫门 而是以为洞府里的什么东西 倒到了地上 牛魔王心想 无论是什么东西倒在了地上 也没有自己睡觉重要 昨晚上打了一晚上的牌 早就困死了 于是牛魔王翻了个身 又睡过去了 孙悟空在门外等了半天 竟然还是没人从里面出来 这次真的把孙悟空气到了 生气的孙悟空决定毫不留守 一定要把这大门砸得稀巴烂 站起身来的孙悟空 顺手又把大石头举了起来 这一次 他架着金斗鱼飞到了半空中 对着大门 就把大石头狠狠地砸了下去 这一次 大石头仿佛变成了一颗流星 呼啸一声 重重地砸在大门上 轰隆一声 实质的大门应声而碎 见起一片灰尘 透过灰尘 孙悟空清楚地看到 整个扶牛山都颤抖了几下 这下子 牛魔王总要出来了吧 孙悟空得意地想 拍了拍手 孙悟空从金斗云上落下 大摇大摆地 站在了破碎的大门正前方 等待着牛魔王 从里面出来